2000瓦 2000萬瓦 我覺得被騙了 Hello 大家好 我是Nicole 她是Jifony 對 她是我失憂 終於一起拍片了 出現了很久 沒錯 第一次轉了這麼久 轉了多久 這裡是2月中半日來的 3 4 5 6 7 8 哦 半年了 哇 很快 我還以為 3 4個月而已 是不是 所以這段影片會是說這間屋的優缺點 以及說這間屋的所有資料 上次有room tour 然後也想有一段影片詳細介紹一下這間屋的資訊 可以給大家一個小參考 這間屋是叫2 room 這棟是叫filla 我本來以為它是office 頭 因為它有很多層 這裡有10層 沒有 這兩層是7層 我按了這麼多資料我都不知道 原來是不是住在這裡 我們看屋是有兩天 因為它有拍vlog的 它有拍下我們看屋的情況 而且這間屋本來 什麼都沒有的時候 它都有這麼大 可以去這裡看 它這裡兩房一廳 它的廳是偏大一點的 它的房間是分一大一小的 Roomid是住大 然後我也是住小的 因為它是給多些月租的 然後這裡的保證金就是2,000 won 2,000萬 won 我真的還沒睡醒 不好意思 那這間屋的保證金就是2,000萬 won 然後它月租就是78萬 won 但是我們看屋的時候 它管理費原先是7萬元 但是現在住在我們每個月 都是5萬左右 所以是便宜很多 我們那時候還在想 為什麼管理費這麼貴 其實我之前住在那裡 都要7萬元 但是你那間是真的有人坐在管理廚房 這裡是沒有的 其實這裡是有管理室 但是管理室不是在我們洞野的任何範圍 你們兩個管理室是 我也很想知道 水電煤就大概10萬左右 所以每個人是6萬元 其實我們的水電煤都用得挺平均的 可能Gas和電費會夏天和冬天分別比較大 冷氣和開地暖 以上就是這間屋的所有資訊 然後現在開始就要說 住下來之後所有的優缺點 它之前就是住office tail的 我就是住run room出身的 我之前住的那間是在新村地點 但是我的大廈是超舊 也有昆蟲 而且沒有升降機 相比一下我就會覺得這裡舒服很多 好啦 那我們現在馬上開始說 缺點先吧 對 我先黑布這麼長 第一樣 開槍的時候會很吵 然後會有很多層 沒錯 是不是?你有沒有寫到這個 有啊 我整個缺點就是寫這個 沒有啦 但我這個分了兩個 就是多層 真的好吵 是啊 但是不行 你要重新再說 因為我這樣分不到兩個點 開槍的時候會很吵 因為我們在大街上 你有寫這個嗎? 有啊有啊 所以在這裡拍片或者剪片 都會要生長 我覺得連睡覺也是 因為我是很醒睡的人 所以我是一定要生長睡覺 但其實你不會夏天天都開冷氣 就算我開著風扇睡 一定要通風 因為很焗 但有時候我真的太焗了 我就要開一條縫 但其實我會害怕 因為我之前看鬼片 不要說了 哈哈哈 哈哈哈 你無賴 哈哈哈 因為我們外面大馬路 真的有很多車 連巴士也有很多驚喜 驚喜很多巴士 但我覺得最吵的是 自動車 是啊我只想起 還要是深夜 每次都 是超大聲 有時候我會嚇到 是2點多 我聽過2點 真的好像你睡著了 口臨 什麼都聽不到 可能我們外面走過 開到門 我已經會馬上醒的 那些人 真的很害怕 我想說 我的車輛已經分到幾點了 哈哈哈 我已經住在6點 那車是10點 就是啊 有個水果店 然後他經常都會很大聲說話 冰沙果 我都不住 然後我拿到5點多 然後就寫一次 然後再睡 然後7點多又再醒 就是開始的車會有些風風聲 但是安靜的風 然後在9點到11點的時候 就開始 10點便會可以再睡了 我還沒聽到 而且這邊有很多醉酒路 我們現在有延伸 我突然追假的 這附近有太多缩截 î 所以有很多醉酒路 是每一天這 如果你知道 韓國人喝酒 真的好癲癲 每天都喝 真的喔 每天都喝 其實我挺危險的 如果晚飯的話 大街很多層 住了之後 她旁邊就開始了工程 是完全不知道會有工程 覺得被人騙了 因為她跟我們說的時候 是說可以用旁邊的清潔牆 沒有用過 每次都會被人攔住 然後幾個月後就開始工程 所以我一開槍都會很吵 她每天6時就會... 開始工程之後我就不可以再開槍 因為就會有很多工程的塵匙進來 好 這間大廈的大門 我們進來的升降位是一個後巷 之前旁邊是一個開陽的停車場 我們就覺得算了 都有點陽光 但現在真的... 它冷得很高的飯 那隻走的廊 還沒有路燈 不會想到它是升降位 這東西放得很暗 而且我有一次看到有一個喝醉的在我的行程中 在我的行程中 你會不會覺得我們很冤枉 超恐怖的 如果要寫意見 要叫它切路燈 要讓人知道這個是入口位 有一個炸醬麵店 員工出來放風的時候 他都會在那個位置吃煙 還有他的工廁 他炸醬麵店的工廁就在我們的列口門口 真的會不關門我 我已經很害怕 其實有時我燒東西想下去燒賣吃 我都會這樣 今天就好了 是啊 應該是優點 哈哈哈哈 你還有下一點是不是 超多的 你找了兩個 我分了兩個 然後我決定就是寫這個 沒有了 沒有了 就是... 一離我做事覺得很遠 所以這個也是一個優點 有很多轉線的車 它連機場線都是很近的 巴士站走過五分鐘 這裡的交通不得了 然後我們走六分鐘又有地鐵 好 你有沒有第二個優點 這個是我們在說的優點 原來 是啊 你完了我決定了 是啊 好 我們來講優點 有個街市在我們旁邊 它是比較像台灣夜市的闊落版 我覺得很好 因為它裡面的東西超便宜啊 它的東西又好吃 小食店啊 餐都超好吃 一碗米線 1000瓦 7元港幣 哪裡找呢 好 它有很多文字 我沒吃過一間是復的 是連韓國人都認證的文字 下面有炸醬麵 這間炸醬麵店 是我在韓國吃過以來 最好吃的珍貓 它裡面的珍貓是最好吃的 因為它算很辣 它不是那種死辣 海鮮很能提到味道 很好吃 然後它裡面有一間 月南河粉 然後有喝酒 還有二十個會吃 然後它裡面有雞尾湯 是未來過的 只要你住了半年 好時間啊 我要帶你去到處闖 連天裡面的小巷都去了 因為我很喜歡去散步 3點多去散步 因為我覺得天氣 凌晨很舒服 因為我晚上不敢出去 我通常在樓下来的时候 我就会叫他帮我们一起来散步 走到上面的图书馆 有一个大型图书馆 图书馆就是在巴士下车的名字听过 这里的设施超级多 譬如有保健锁 可以帮你查看corona 它不是到处都有的 但我们刚刚这个图义很近有一间 有很多层所 王国中医 西医扶餐科 阿福怡科 什么都有 还有Helsey Dung 还有很多咖啡 但它不是漂亮那种咖啡 但是它是舒服型球碑 真的给你工作的感觉 我想说 市场里还有珍珠奶茶 我开心开的 真的吗 好 我们有 以上就是我对这里附近的优点 好 我的优点 我一次过说完 因为全部都是家里的太阳 很足够 而且不会很热 因为它是日落的太阳 而且有一个隔着的 好像storage那样的 騎楼 可以放这些行李箱进去 如果它就放在房间 就会很脆 所以就喜欢有那个剧楼 我喜欢我们的厨房 因为厨房有一个好像分开了的小厨柜 很奇怪 大家会明白的 可以看看我们各自的room tour 应该都没有其他 原来 这么快 有一个是 不知道是优点还是缺点 没有衣柜 一条条汤这样做自己的衣柜 就有点麻烦 但是我觉得如果有衣柜 就会很压顶 所以 是优点又不是优点 因为你有衣柜的话 房间一定会小了 但其实我会prefer它 选客厅做衣柜 因为客厅真的太大了 不过它也是优点 因为很多浪山的空间 所以有很大的空间 因为我的房间太小了 而且我很多衣柜 所以我就会很想它 多一点的位置 我就会舒服一点 但是其实很少的 因为韩国的tool room 通常都是一带一洗 它是货的 一间是做书房 所以我们也看了很多间 其实这间也算是比较平均一点的 那大小的 有些更小一点 是放不到床 有点我应该说 我都没有 你吃监督痴了 我真的很想吃 它有得压外卖的 好吧 好吧 我们来个总结 如果喜欢今次的影片的话 记得点赞这段影片 记得订阅我的频道 可以订阅我的频道 也可以订阅我的频道 或者有什么问题 都可以问我们 我们知道的也会尽量回答 但是因为我们也不是住了 是没有很久 所以我们知道的就回答 不知道的 我们就会跟你说不知道 那我们下一条影片再见 bye bye